桑下去 桑树生叶青腹青 枝均颜色海如故 大家好我是猪香菜农 邻居是采菊东离下 悠悠见南山 我今天是采桑东南地 悠悠见蓝天 现在是深秋时节 已经过了双降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我们农村的宝贝 桑树 可能大家 现在懵了啊 不知道桑树为什么是宝贝 请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 这是两棵桑树 并且还不是普通的桑树 这是两棵桑 这是一棵普通的桑树 本来青青的树叶 经过双降的洗底 苍色斑斑 更显得是苍桑厚重 失去的青春 没有了颜色 并不代表背叛 恰恰说明它 更有价值 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吧 洗尽千华 方显 英雄本色 双打后的桑树更有价值 摘两片 泡杯茶 润润你的秋灶 桑树整株都能入药 如桑树 桑枝 桑皮 桑树自古就有拿来做茶的习惯 这桑树做茶 必须要经过双打 古人是这样认为的 桑树是春生 夏涨 入秋 经过双打以后啊 才能得秋金之气 这个时候啊 它才更具价值 更完美 在这个秋灶的季节里 摘两片 泡一杯清茶 喝下去啊 暖暖的 很滋润 现在这个季节啊 是深秋渐冬 草黄了 天蓝了 处处是一片生机 又处处充满躁动 桑树啊 在我们这儿被视为不祥之物 原因就是它的名字 大家都不喜欢 其实桑树啊 代表着很多的美好 如田园风光 你也可以向往成 南庚女之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自古就有很多的文人末刻 把桑树写成了爱情 写成了乡愁 如相字一词 它 代表着父母 兄弟姐妹 父老相亲 也代表着 互相的一切 不要辜负了这个秋天 采两片桑树 泡杯茶 为自己 为明天 为了生活滋滋润润 你把燃烧的岁月 融化在我心中